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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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现在你看我这个背景 大家一定觉得很熟悉 你们猜得到我在哪里吗 我的背后不是有一条横杠吗 各位应该看的 这是挂毛巾的地方 所以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厕所 清混 我又到了我创业的这个基地 因为我这几天呢 在travel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在旅行 我在美国爬爬罩 很可怕你知道 现在在美国你知道国内机票 多贵 而且人超级多 多到真的是爆 有钱还买不到票 这几天是美国的Spring Break吧 所以呢 超级贵 你知道西岸飞东岸一趟来回 经济舱 我差点是要做战票 你知道那个 经济舱从美国西岸飞 美国东岸来回 你一个不小心 如果你票买得晚 因为他那个价钱是越来越 他每天都在变 你如果临时决定要买一张票 他可能会到 五万美金 不不不不 5万台币 5万美金 下婚了 就是说你从西岸飞到东岸 大概来回的机票要 可能还不止 可能要5万到10万台币 经济舱 只是比方说你旧金山飞到纽约 来回大概要花掉你七八万块台币 一个人 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真的真的 这是事实 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我这几天带孩子去看学校 他申请的学校呢 大部分都录取了 除了他想去南加大 竟然被南加大 这个酸葡萄心态 以前我记得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都开南加大的玩笑 因为南加大的简写 它是Universe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就是南加大嘛 对吧 所以他的简写是USC 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啦 当然我们以前那个时候是三十年前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南加大 是一个蛮 这样讲不好意思 因为南加大现在很不错 而且校友很强 这样会得罪很多人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野鸡学校 不好意思 那二三十年前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笑他是 University of Spoiled Children 因为他学费很贵 后来呢 我们又开始开玩笑 说他叫做University of Second Choice USC嘛 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 近年来听说 改名叫做University of Spoiled Chinese 中国学生越来越多 都是这些有钱的中国学生 这样拍谁 这样有点酸葡萄 因为我女儿满心希望 她想进南加大 结果南加大没有要收她 这个就上脑筋了 后来我研究了一下 因为我女儿申请学校的过程 她不跟我讲 她就找了一个consultant 一个顾问 然后跟顾问聊 她不太问我们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 我觉得她的策略错误 因为她在南加大 申请了 business 就是音乐产业 可是你知道 她的履历表上面 她没有一样东西是跟business有关的 人家为什么要收她 她应该去申请 performing arts 这类的东西 因为她拉小迪琴 她拉中迪琴 她拉弹钢琴 然后又拿了词曲大赛的这个 全世界词曲大赛的准决赛 那又在很多地方表演过 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然后参加过那个美国 顶尖的tanglewood的音乐营 所以她是个音乐人 结果她去申请了商业的东西 因为一看你根本没有商业的背景 好那你整篇都在讲你的这个 你的音乐梦 所以我就觉得她是 投错了这个科系 不过这些东西 反正她就是蛮难过 她觉得给她哈佛她都不去 她要去南加大 所以她说她花了很多时间去写 南加大的那个asset 结果人家拒绝她 其实我心里面偷笑 我觉得好 年轻人越早接受挫折越好 不要像那个她爸这样 到了六十岁才被通弃 如果我十八岁就被通弃的话 今天我绝对是 好了 今天我到了那个 美国东岸的一个地方 好那这个地方大大的有名 各位 我放一段 你们猜猜看 这是哪里 好吧 来有奖征答一下 没有了 猜对的人还是可以跟我们联络 送恶观书一本 如果你觉得你是第一个猜对的 大家来猜猜看 这是哪里 来我们放一段影片 这个学校呢 让大家猜猜的是哪 我在1983年 曾经在这边拿了1.5个果实学位 虽然呢 我的城街上有个WC WC是什么意思呢 别人说那叫做厕所 可是呢 我才管他呢 WC叫什么 叫做 World Class 世界级 我1981年入学 1983年在这边 1.5个博士学位 这个人厉害 我老师呢 曾经对着我的系统认说 Bloody hell 这个就是我的1.5个博士学位的所在 请大家猜猜看 这里是 马同学 马英九的马同学很有 你一定知道这里是哪里 其他同学容易知道 现在呢 你要去找1983年的修业规定 找到了 用马同学出来 我在这里呢 用两年的时间 拿了1.5个博士学位 这是本校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天才学手 这是谁呢 这个人 又死我了 哇 一捆一捆 好 没有念到这个学校至少去上了个厕所 心里面稍微平衡一点 好的 那今天我要来继续谈一个话题 就是 这两天我又败诉了 真的我现在是求胜一郎 就是我在跟蔡同学的缠斗当中 我从头到尾大概败了快要十个亭 我只赢一个 赢在哪里呢 赢在那个高院 黄明发 林郑佑周美云这三个好法官 我为什么说他好呢 我不是说他判我赢 而是我说他判决的动作 他当庭判决这证明什么 他有很大的压力 他要判我赢非常的难过 以后日子难过了 所以他不想回到座位上去接受长官的官说 于是他直接当庭判决判完以后 掉头就走 要杀要寡冲着我来 好就是这样 三个好法官 所以名字要再念一遍 黄明发 林郑佑周美云三个法官 那我不是说人家判我赢 就人家是好法官 他不会就是按照程序判 他的意思是说 你张永慧 你一审的时候 你连个庭都不开 对不对 就算彭某人张静李振华律师提告的有点离谱 这三个人好歹是不是路人假 不是路人蚁 我不是纯粹来闹的 所以你好歹跟这些人对话一下 你花个半小时开个庭 问几件事情 第一个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确认利益 好这个是不是基础事实 至少让我们可以对话一下 对不对 就没有 而且张永慧最以为人诟病的是 他前后态度180度转变 在选前大选前 我们提告民事诉讼 确认论文不存在 他第二天就把这个案子呢 就分案完以后 他第二天就直接把这个 就直接行文给蔡英文女士 请他就我们提告的内容回答 这是正确的 可见他刚收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怎么认为呢 这个案子是可以 是应该要审理的 对不对 不然他如果他一开始就认为说 这没有确认利益 他第一时间就驳回啊 不是 他第一时间先叫蔡英文回答 就这蔡英文女士不理他 把他当空气啊 好大的这个胆子 对不对 一般人接到法院的传票也好 法院的这个司法文书也好 你一定会处理嘛 他没理他 他说这个老娘要选举 你等着看吧 结果选完817万票 第四天选举完完的第四天 1月15号 立刻判决我们输 而且没有任何的原因 也没有等这个被告蔡英文的答辩 什么都没有 可见他前居后宫 他前有的态度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告的原因 好后来到了二审 到了高院之后 高院直接打脸了 说你这个程序没走完 你怎么可以判人家输呢 好就把这个案子打回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生 好这两天看报纸呢 我们又拜了 又拜一个什么呢 念给大家听 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判决书 所以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致上我们只能够从各报的内容中 去兜出 这个案子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告的太多了 我们为什么要告二官 因为我们要做司法改革 我想大家宇宙政议学院同学都知道 我们的理念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赢的话 现在告那是脑袋坏掉才会告吗 因为2024年之前 你要赢蔡英文跟论文门相关的案子 你比登天还难 登天还蛮容易的 对不对 阿姆斯壮在50年前就已经登陆月球了 但是在蔡英文全面掌控司法的时候 你要在这个时候赢她 比登天还难 不过无所谓 因为 我们绝对比蔡英文9 她就剩下倒数一年多 那一年多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告 也不是我们钱太多 也不是我们脑袋有问题 因为民事诉讼有两年的这个时效 有两年的追诉期 你超过两年之后你就不能追诉 所以针对起诉书黄伟的起诉书不起诉书 因为起诉书我们才看到内容 在那之前我们没得告 黄伟的起诉书跟不起诉书是两年前的3月31号 2021年的3月31号 那我们看到起诉书说是4月中旬 所以我们要从我们了解这里面所叙述的犯罪事实 我讲的犯罪不是我 包括蔡英文 包括相关的这些恶观 包括这些隐医证据的 或者是销毁证据的 或是变造证据的恶观 当我们看到了这个起诉书不起诉书之后 那个才是时效的开始 往后算两年 所以我们在这个3、4月今天特别忙 我们要把这起诉书当中看到的一些 恶观的犯法行为一个一个告出去 光是黄伟 现在在民事法庭已经被我们告了4个案子 现在被剥掉一个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被剥 而且剥的有什么道理 好我们先心平气和的看一看 好近段广告我们回来看一看 这个民事诉讼我们告黄伟 结果这个法官呢 现在恶观又天了一个 这个法官呢 没开庭直接判我们败诉 这个厉害了 这非看不可 马上回来 这非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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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有点 这个法官又会 这非看不可 这是非看不可 这非看不可 这非看不可 这即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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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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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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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偽造毕业论文 偽造證書 這件事情我們從頭到尾態度沒有改變 一點改變都沒有 我講的是事實 所以我跟黃偉檢察官講 我說我不會改變我的態度 我的泛後態度從頭到尾都一致 我也不會因此這樣子我就不說了 我從今以後我還是要說 因為這是事實 好到今天為止三年多了 我們當時跟林環牆教授賀德芬教授 我們在三年多前都快四年了 我們的說法沒有任何的改變 頂天立地好漢做事好漢當 我說過的話我承認 而且我說過的話四年後仍然驚得起考驗 好我們來看看週十電子報的這次報導 他說彭文正後來公開質疑蔡總統學歷造假 當然造假 蔡總統控告彭文正等人 台北地檢署以加重誹謗罪起訴彭文正 賀德芬因為罪嫌不足或不起訴 林環牆因為是美國人所以不敢起訴 這不是很好笑嗎 而且你知道我跟賀老師兩個人是 黃偉傳我們兩個我出庭賀德芬不出庭 他不出庭 他抗議他說你有種來拘提我 結果不出庭的人判無罪 出庭的人被通緝 這台灣司法可笑的地方對不對 那你說賀老師罪嫌不足 坦白講這件事情最早關心的 台灣內部最早關心的就是賀德芬老師 如果不是他跟林環牆教授密切的通信 然後去把整個過程看了一遍 如果不是他開一個記者會 我就不會去報導 我就不會把他找來我們的節目當中談這件事情 我也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也不會從中看到 原來果然是假的 所以我看了賀老師所說的內容之後 我立刻在我的臉書發文 我說這個學位我不確定是怎麼來的 但是這個論文肯定有問題是假的 所以我在2019年的大概八九月份 我就已經斬釘截鐵的在我的臉書上說 這就是個騙子 這就是個學術詐騙 四年三年半過後我還是要重述一遍 我的講法完全沒有改變 他就是個騙子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新聞往下看 他說台北地方法院審理的時候 彭文正二次未到遭同期 這邊我要糾正一下 一共有三次 準備程序題 第一次我到了 第二次不是我未到 是我們的兩位律師 他跟台北地方法院抗議 抗議什麼 一方面請假一方面抗議 因為我們拿到的司法文書當中 有英文文書沒有翻譯 我們跟台北地方法院說 因為刑事訴訟法規定 所有的司法文書應以中文為之 所以我說我們拿到這些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論辯 尤其是我們這不是故意的 我的英文可能比大家好一點 因為我在美國念過一段書 你要我張進律師李政華律師 他們兩個人 不是說他們兩個英文不好 因為他們兩個主要業務不是涉外 所以你對他們來講是不公平的 那你說彭P你不會翻譯給他聽嗎 不行司法文書有的東西 我的翻譯未必很很確切 對不對我們自己的理解 可能跟法院的理解不一樣 所以當黃偉你的起訴書當中 有一些英文的電子郵件 跟相關的往來 你應該要有義務把它翻成中文 你不翻中文我們怎麼答辯 所以我們當時跟台北地方法院的要求是說 因為你沒有把這個司法文件翻譯成中文 所以我們沒辦法出庭 出這個庭我們連這個東西的內容 我們都沒有辦法搞清楚 我們怎麼出庭 好那時候台北地方法院呢也就摸摸鼻子 因為我們講的是對的 所以那一次說起來 不是我不道庭 是我們跟這個台北地方法院要求 他要必須把證據準備好 就是相關的東西起訴書要合法之後 我們才能夠來開庭 所以這不是我不道庭 那第二次就碰到了這個疫情 嚴峻的疫情期間 所以我要求而且我仍已經出境了 我出境的目的不是逃亡也不是逃避法庭 是我出境之後 台北地方法院才宣布要開庭的停期 我仍已經在國外了 那當時的疫情我只能夠申請網路視訊 我的兩個律師都倒庭了 那時候是很嚴峻的情況之下 我的兩個律師戴著口罩出庭 我呢要求視訊出庭 我至少透過我的律師 提了大概四份到五份狀子 說明為什麼我必須要透過網路 無法親自倒庭 所以我們在程序上面完全合法 而且非常的完備 不只是完備 我覺得該有的禮數我們都有 一點都沒有嗆法院 一點都沒有藐視法庭 他可以用這種理由 不開庭掉頭就走 然後發布通緝 所以我說姚念慈你等著被我被我告到非洲去 我可以告你的至少十樣我不騙你 我會分三個地方慢慢告你 好你說你今天有靠山 你的靠山十年後在哪裡 靠山山倒靠人人老 你知道要靠公理正義 你才不會倒大煤 我要告訴所有的惡觀 那今天很多人呢 817又說笑我啊彭P你又輸了 我一點都不覺得難過 我本來就會輸啊 在2024年520之前 我本來就是會輸 2024年520之後呢 我也未必會贏 不過我總會贏 孫中山革命前面十次 他呆子啊 如果我們今天用目的來看手段 他絕對是呆子嘛 他一個人 再了不起加72個烈士 那他怎麼去抵擋一個清朝 這個清朝雖然很糟糕 滿清末年雖然這個民不聊生啊 雖然這個國之將亡 人家好歹是一個大國啊 對不對 那你孫中山你是什麼東西 一屆文人一屆書生 你手上只有手術刀嘛 然後勾到蔡兜 別人好歹還有蔡兜 你只有手術刀 你怎麼對抗一個清朝 十次失敗任你笑罵 我最後一次贏就好了 所以一樣蔡同學 我最後一次贏你就夠了 我就那一次把你送去土城 把你跟你周圍的這些黨羽送過去 這樣就夠了其他沒關係 其他我笑罵尤人唾面自乾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判決 因為我們只能夠從媒體上看到這個判決的理由 判決書拿到我在跟大家詳述 好他這邊寫說彭文正認為就是我告黃偉 檢察官論斷他的主觀心態為心聲願對 未對此表示抗議並謀求生路 遂於巴拉巴拉巴這個涉及抹黑我的人格跟名譽 所以我跟黃偉求償兩百萬元 在三大報登報 並且要這個刊登這個判決理由 還有包括這個道歉啟示 那麼這個台大法律新民遇系賀德芬教授 指稱蔡英文的總統是 總統的這個論文是偽造論文跟證書 那事實上就確實是嘛 好所以蔡英文告我們三個人 台北地監署 就是起訴啊這件事情 那這則報道就再說明了一次他過去的這些相關的歷史 好那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求償兩百萬元理由是說 黃偉你可以在你的職權內判我敗訴 你可以起訴我你可以做你的判斷那是你的心證吧 好吧我尊重你 可是你怎麼可以毀謀我呢 對不對 你的職權行為不包括毀謀啊 就像我告中選會主委 陳朝見副主委還有李靖勇 你的職權是你可以出來說明說 這次選舉是公平的 817是真的賴清德活該倒霉 蔡英文沒有做票 你可以這是你的職權 可是你怎麼可以在你的這個臉書上面 新聞稿上罵我呢 你去翻翻看公務人員服務法 黃偉你去翻翻看司法人員的一些準則 哪一條付給你可以去罵人 你說新生院對俠院報復為了生計 這不嚴重嗎 這對一個20年 堅守這個新聞原則 不為利誘不為世傑的台大教授所長 這個話你傷害人傷害的太重了吧 新生院對俠院報復為了生計 我今天上法庭想要問你一下 我為了生計需要得罪蔡英文嗎 我為了生計 我本來是幫蔡英文主持國宴晚會的 我如果今天狗腿一點我為了生計 我繼續狗腿狗腿為什麼難 狗腿為成功之母狗腿怎麼會難呢 所以我要你在法庭上解釋一下 你憑什麼認為我為了生計 我的生計哪裡出了問題 我活得好好的 再來我要你在法庭上告訴我說 你憑什麼認定我新生願對 你可以起訴我 但是你不能毀謀我啊 毀謀不是你的職權行為啊 你去翻遍所有的公務人員服務法 司法人員的信條準則 哪一個告訴你說你可以有自意的 用任何你高興的方法去去侮辱 去誹謗被告 你告訴我嘛 好可是這個 這個爛法官啊 台北地方法院又多了一個惡官 這個惡官我想他應該 等我們拿到判決書再看看啊 他應該可以上我們的惡官第三 或第四本的封面吧 他說 台北地方法院說 有審判或追訴職務的公務員 好現在講的就是審判或追訴 講的就是檢察官嘛 應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來喔 他因為他執行職務對 侵害人民的自由或權利 這是我告的 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 對他是犯職務上之罪 但是我要講的是 他犯的不是只有職務上之罪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檢察官跟司法官跟法官 他有一些職務上的保障 比方說他在審判的時候 他的審判行為是可以收保障的 可是他審判完中午到法庭院旁邊的7-11 去搶了人家的一個麵包 這可不是他的職權行為喔 你不能解釋說 因為他這個早上審判很餓 肚子很餓 所以他基於他的職權行為 中午出來吃飯的時候 去超商搶了一個麵包 那不是他的職權行為好嗎 所以我今天要說的是 你黃偉可以辦案子 你可以做任何的新政判決 但是你不能毀謀人 你不能毀謀一個台大教授 說他為了生計 你不可以說他心生怨對 你不可以說他俠願報復 這樣不可以嗎 咱們走著瞧 好 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 今判決有罪確定者 才可以負損害賠償責任 今天這個台北地方法院的惡官 他抓的這個重點是說 今判決有罪確定 才可以負損害賠償責任 可是 我要告訴這名台北地方法院的惡官 我還不知道他是誰 他就給我把法律重新念一遍 法理上 是要說什麼呢 是說你這個判決如果判錯了 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要確定之後 當事人才可以提出賠償 這個算是合理 可是如果我們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也未盡合理 為什麼 因為這個被告在一審二審三審的過程當中 他的精神會受到折磨 你亂起訴他最後他無罪 當然你沒事 因為這就是上前面講的 在職務上審判行為 判決確定確定他沒罪 所以你起訴他沒事 可是你亂起訴他是濫權起訴 你起訴他讓他花錢去走一審二審三審 最後雖然得到了公道 你折磨他的精神 但今天在15街上面 沒有一個法官 沒有一個檢察官會因為濫權起訴 而被判刑或者是賠償 他會說我們法律間接不同 我認為他有罪 法官認為他沒罪 搞不好說我對是法官錯 所以這個很難求償 但是我今天要講台北地方法院這個判決的濫法官 我們不是在跟你講這個 我們是說你黃偉有權起訴我 如果你的認知是真的認為我是誹謗 你有權起訴我 但你不能夠誹謗我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說我罵蔡英文 構成誹謗要件 你可以說我這個內容 對蔡英文來講是很難堪的 構成誹謗要件 這隨便你講 沒關係 你可以認知 因為這部分是事實 我其實沒有罵蔡英文 我是從頭到尾把他的內容 至少在起訴我之前 我還是中規中矩 我現在罵蔡英文罵得比較兇 以前我是中規中矩 我只是講證據 好可以 你可以說 所以你認為我做了這些這些事情 但是你不能揣測我的動機 你不能說我為了生計 這是一件很傷害人的事情 對不對 這件事情就像你這個 中午到台北地方法院外面的超商去搶了麵包一樣 那不是你的職權行為 所以我們一定會上訴 而且我們會跟法官在法庭好好的論理一下 這怎麼會是你的職權行為呢 你說我為了生計 你說我心生報復 那我請你告訴我 你根據什麼認定我為了生計 你是看過我的銀行存款嗎 我不窮啊 我雖然不有錢 但是我活得好好的 還是你看了我的日記 說我心生願對 請問你 你憑什麼誅心 我要告你的是這個 不然這樣子以後 檢察官法官都可以亂寫啊 對不對 判決書上寫說 此人精神有問題 這個被告是神經病 或者這個被告簡直就是賣國賊 他可以這樣寫嗎 你可以說被告 這個跟中共的軍方有往來交付職務秘密 但你不能罵他說 他是賣國賊 他勤快不如 他禽獸不如 這不行 這絕對不是你的審判內行為 我今天要做司法改革 就是要告訴這些惡官 這不是你隨便高興講什麼 就講什麼的 好 所以這個法官說 因為這樣 所以本案法律構成要件不備 誰跟你講本案構成要件不備 對不對 我剛剛講過了 我告他是妨害名譽 妨害名譽這件事情 不需要等到判決確定 因為我告的不是他的判決錯誤 我告他的是他公然侮辱 所以這個法官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我一定會上訴 而且我回頭還會再告一下這個法官 那咱們再來告告看嘛 你今天不是逼著我要去告惡官 是你們自己要當惡官呢 更糟糕的是什麼 他說他這樣子可以不禁言辭辯論 判決不回 不禁言辭辯論判決不回 我沒有要你跟我辯論 你好歹小遇一下 你好歹把我們的律師跟我 我可以透過視訊 你問清楚 說那個彭先生你告黃偉 這不是他的這個職務審判行為嗎 那不是要等到你敗訴之後 你才能夠去告他嗎 那我一定會告訴你說對不起 他犯的是誹謗行為 不是職務內的行為 這跟他的判決跟他的處分無關 我講過嘛 我剛剛講過嘛 在法庭上審判是法官的權利 但他下了班 他在職務上之外去買了一個麵包 就會搶人家的麵包 這個不是他的職務行為 一樣的 你可以審判 你可以處分 但你不可以罵人 這是我要告你的部分 但是台北電話法院法官呢 認為罵人也是他的權利 而且他說罵人呢 那你也沒受傷嘛 那等到你敗訴的時候 你再說 再來看看你可不可以告他 完全是兩碼的事 我再做一次結論 我想宇宙政經學同學 智商2.5以上應該都聽得懂 職權行為是說 他判我輸 等到我定驗之後 如果他判錯了我可以告他 但是我今天告他的 不是他判對了判錯了 不是告他不該起訴我 我是告他不該罵我 這麼簡單 這是兩碼之事 所以這不是他的職權行為 因為法官的職權不包含罵人 他不可以說我為了生計 俠願報復新生願對 這是對人不公平的 非常不公平的 我雖然不是什麼望重逝林的 有輕欲的學者 我好歹是一個端端正正在台灣大學 教書教了20年的新聞研究所 教授跟所長 我還是第一屆檢察官的評鑑委員 專門評鑑你們這些惡官的人 你們惡奴欺主啊 你們這被該被我評鑑的人 回頭來罵我說我這個 俠願報復為了生計 那你為了什麼呢 黃偉 你不會就是為了一個小小的主任檢察官 給狗腿成這個樣子 你還有資格罵人嗎 所以這個樣子我會上訴 除了上訴之外呢 等我拿到判決書 我要來好好看一看 這個法官呢到底是誰 那麼這個法官大概也跑不掉被我告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來吧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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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經關不了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關不了正經 好 第一屆論文門的製作大賽 論文門的歌曲製作大賽 超級無比的勇躍 我原本是想說 這個比賽可能很多人不敢參加吧 結果我們接收到將近百件的作品 好 那我們的評審老師呢 本來我也想說 他們會不會不敢評審 沒有 他們都願意評審 我還問他說 那你們講評會不會為難啊 他們說沒關係 沒關係 他說他們只是不想 可能要出遠門 因為有些人不是在台北 所以他說要出遠門 去參加實體的頒獎典禮 他說那不如我們在網路上 來舉辦頒獎典禮 他說好啊 那你們可不可以講評 沒問題 沒問題 所以其實台灣 行公義好憐憫的人還挺多的 不是每個人都折餘蔡同學的淫威 特別是這個不是政治人物 你要查水表來查呀 你查什麼查水表 水表給你給你沒收 我喝井水可以吧 對不對 所以還是有蠻多人很熱心的 那我們經過第一階段的仔細評審 除了獎項之外 我們有一個人氣大獎 這個人氣大獎呢 就是要靠網路上面大家來投票 靠看誰的人氣比較多 人氣並不一代表品質 人氣可能代表了他有能力動員 那也是一種好事 Marketing本來就是 就是有辦法創造話題嘛 所以我們就增加了一個人氣獎 這個人氣獎呢 是透過網路來投票 好 那麼 我們待會兒呢會來開始播放在網路上面 我們其實也很傷腦筋 第一階段呢評審已經評出 在近百件的作品中評出24位入圍作品 24喔不容易喔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入圍 好這個入圍作品呢待會我們會播放 可是因為有些人的這個整個曲子很長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篩檢 在節目中做了一個篩檢 就大概每一個曲子都播個四五十秒鐘左右 把這個副歌比較特別的部分我們把它摘出來 但是全曲你們要聽還是可以到網站上去 可以通通聽完 只是我們本來想說如果24首曲子 我們每首曲子三分鐘 我們在節目當中要播放多久 72分鐘一小時啊 所以我們還是在節目中摘錄 那我們的做法呢就是說 我們在節目當中每一次 每一次呢我們播放四首 那在播放的時候各位就可以在 一邊看節目一邊投票 這投票的方式呢小編會跟大家講因為有點複雜 我怕我講一講講錯了 好另外呢你可以回到網站上去做投票 一次你可以投你可以選五個 我們講的是網路人氣獎 但是你不能重複投票 好所以我們現在呢就先來看看 大家先聽一聽 這些很真的很厲害 有的取作的真的很棒 那我謝謝你們為了公平正義挺身而出 把你們的才華 貢獻給宇州政經學院的所有同學 也像一盞明燈照料這個彎曲被謬的黑暗時代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來聽一聽 這個我們每次播放四首在一個頁面上 好那大家要趁著這個播放的時間 也可以趕快留言啊或者上網去投票 好我們接下來呢我們來聽聽四首歌曲 如果我 手上沒倫文自己改長自己認真 總是有人善良溫存也許將我刷雜事為真 如果我確實有人善良溫存 如果我確實有人善良溫 如果我確實有人善良溫 死也不會將它封存 真可惜 每次都要趕快點 喔耶 邀請您跟你們 政府官員大交道 當選以後我看到的是 你們胡說八道 請問論文在哪裡 便尋輸在不蹤跡 彭P四處尋真理 淪落天涯時刻起 關鍵無法同期 住小國籍 台灣的明珠演演一戲 自信慢慢堅扭不大走行 童話連電一路早上相變 前提挑調 時空凍是錯吧 心事淡淡 只會揚中早蛋 黑影闖闖 存文們都沒有 假設合合清楚 旁邊多到持續 漸漸牙根被逼不知 這隻鹿和魚 聽不清雲 野心活活驚險 好嗎 很好聽 很有創意 還有人的那個歌詞 還有那個名字 真的是 真的是我覺得是一絕 來我們再聽四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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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向里的繁华虚荣 想先轻重 无法挣脱 Lody Hairs 只爱受不了了 放过身的我想继续睡的 不喜爱都放弃了 我只想要赚大钱就好了 哦那为什么呢 老板你说好得加心呢 算了就算了 抱怨完全当不解释了 反正无论我怎么做 到最后还是都不过 好看烦恼又一 重来是遇到无来的时期 也要勇敢面对 唱一首歌来提 保持快乐的心情 健康的日子 真的很幸福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一刻 你的前辈 超越了权贵 让那时间不堪考验 成心蒸发 永不到八年 轮轮解开了门 真是蒙上眼 画下信任的终点 大肆不承认 就不算伪装 只要有人相信 换眼也变真狂 好 我们一共有24首的入围作品 那我们现在听了八首 我们再听四首 一年有一年 我心里个鬼 公开道歉 就失过境迁 别想用谎言 解决更多谎言 你知相带难看 对手就当选 亏你们读的 还竖顶尖大学 言论自由 高雄高雄发大财 活出去人进的来 不喝酒不打麻将 不考虑2020 高雄爱情摩天伦 太平岛开采石油 妈祖爱情才叶练 学生出国都免费 高雄高雄发大财 活出去人进的来 不喝酒不打麻将 不考虑2020 高雄爱情摩天伦 太平岛开采石油 妈祖爱情产业练 学生出国都免费 紫棋小二十字离都没联络 但你去余光中 只是说说不懂八百亿名 要红地是你赛马场 转席超狂 找到钱分享没有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但偏偏就是做不到 凡几二十字给唤杂石了 作为曝光です 或是一所指红的 足在盘墓 Buddhist 做央天神 通过千土 也要欣赏 奇千岛 套姿 冲付 不要說我是這隻渡湯 不要說我是派人 不要說我為恨一個世界 不要說我害 你是怕失敗 你愛的我 無我 心我會氣我 有餐我的東西 他們大人都很愛吃 你愛的我 無我 心我會氣我 有餐我的東西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A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I'm a bad record on your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I'll find you What's the point of their eyes 真的 我覺得有的真的做得很棒 呃 絕大部分都很棒 那我們篩掉一些呃 比較遺憾 就有些人做的詞曲跟主題無關 感覺上他是把他的一個 以前發表過的東西拿出來 那也沒有改一改歌詞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主題不符合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讓你入圍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呃 再來聽 另外四首的入圍歌曲 沒有在孤寂的港口停留 岸海的人 依著滿天星殿 只標作滿多 凝固的大氣 是惡魔的足夠 疑惑是天使的晚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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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的學歷 只是等同小小說事 但是我已經 迫不及待的 想要和全世界的人分享我的驕傲和喜悅 所以我很好奇 所以我很好奇 我是多過容的事 為什麼落彎要封存三十年 我很好奇 我是多驕傲的事 為什麼不敢修出你的 我們站在這裡 站在這屬於我們的土地 一去 infinite座的天秤 千萬可以燃燒地心 千萬可燃燒地心 要是死他為自己家園 我們站在這地 站在這山允許之地 以此自民主的革命 我们才能 只有站在这里 好所以大家一边听 一边可以开始留言投票 如果你要听整个曲子 你可以到网站上去 仔细的听 这些曲子有的真的做得很棒 我觉得会流行 那这曲将来要干嘛呢 我跟大家讲的话 我一定做到 就是我们在大巨蛋 扮演唱会的时候 我不确定是大巨蛋小巨蛋了 因为到时候要租得到场地 而且要有那个 就是到时候要看那个场地的情况 到台上我们一定会让蔡同学 我们会用我们的歌声 送蔡同学跟一群恶官 去土城看守所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听四首曲子 一日三餐一年四季 早餐萝卜糕外加红豆饼 吃完有力气出发上学区 老师看了小蜜蜜 午餐甜不辣还有麻油鸡 吃饱饭准备睡觉去 等待众声响起 同学们聘学习 放学回家 晚餐吃咖喱 我 你 这说不许多长 你你这一 上天和你 那背景心急 也不甜美 你能带进这世界 没有太满过的心 难道都能分时间 哎 还没上个多多美 成乱成乱自然痴 没什么所见的 哎 什么都不懂 什么心态都不懂 我真的没相信 哦 我竟然有点痛 找个心态都 别说我不好 那颗带你来的流星 却会在那里 天天还是地狱 也行 我不在意 那声送你去的回忆 却想谁定的天使 还是魔鬼不明 我便不停 任我任养的路去 对你的坚 只可以有一些反应 所以别操心 醉意信任 手下留情 四肢火烂 在这 人心自有精彩 点一盏灯 照亮四方 照亮了每颗心房 心中的光 适应方向 适应我走向康庄 许一个月 愿世界平衡 再没有天再火乱 写一份愿 你我心首相恋 人间艳阳天 好 很棒吧 宇宙政医学院的同学们 真的是很有才华 我们再听四首 我们就听完了 今天的入围的二十四首曲子 那这二十四首曲子呢 是最佳人气奖颁奖的由来 那至于其他的奖项呢 是由评审来评分 评审也会做讲评 来我们再听四首 星红黑白在你我心中 轮断的黑雾 台北的天空 回不去的时光 找不回的梦 我们的心中 都曾经有梦 遇到失败 这世界不完美 有太多的虚伪 真家中的包围 看谁能陶醉 看谁能陶醉 这世界不完美 这世界不完美 有太多的虚伪 太多的傷悲 躲藏中的亂費 犯下多少罪 那不期待 丟到賀彩 破壞生活的榮耀光彩 卻離不開醜聞無奈 Oh 我英文很猜 只能說聲 愛 打開IG say hi 拍照證明自己存在 抬到沙發 落門斑發 造假崩塌 說不出的下 看到亂世總會跟風 也總會為時針鋒 你敢把人逼瘋 轉1450在網路跑紅紅 還抬頭挺兇兇 到靈魂超空空 男生腦袋空空 真的 會是不 剩一個 無法分類 不過是 遺體的兩邊 生活在世間 躲不夠 總就被現實枷鎖 我不是溫暖英雄 能夠針灸全世界 上手 心情書成牌子 把歌詞寫成論文 教授說這太真實 不能被國家封存 這個世界不太真誠 不用那麼認真 反正吵別人的就能拿到高分 還上新聞 為人民奮鬥 背後的都是商人 說做愛心的藝人 其實私下都有抽成 什麼是大人 怎樣是大人 活在複雜的世界裡 該如何單純 時間一分一秒在流逝 快樂一點一滴被吞噬 我還在堅持 還能堅持多久 從沒想過 原來現實這麼醜陋 一路走過 努力不被擊落 不被左右 遍體鈴傷到底 換來什麼什麼都沒有 你說你不懂對我不懂 只知道會說謊的人 也可以當總統 好聽完了 今天的二十四首 第一屆論文門 詞曲創作大賽的入圍作品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當我們遭受到挫折 一句司法判我們敗訴的時候 千萬別難過 這一些都是累積我們勝利的籌碼 在聖經的阿摩斯書中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阿摩斯書的五章二十四節說 為願公平如大水滾滾 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跟大家共同勉勵 以此砥礼 祝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印章二十四節看 約一百多半 三千五千 三千五千 吉利安 writers 三千五千 和三千五千 青山 八千五千 三千五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